7月28日,第15届香港青少年军事下令营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新维军营结业,学员们进行了军事记忆表演,展示在军营半个月的训练成果。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,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王志明,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,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宋如安出席活动,并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。 早上时时,300名香港青少年穿着整齐的迷彩服,集合在军营操场上,学员们昂首挺胸,以走方阵的形式进场。 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之后,进行了岳家拳表演,林郑月娥在场赞扬青少年们队形整齐,动作熟练,气势高昂。 他希望青少年们未来为香港、国家和世界的发展各尽所能做出贡献。 今年主办机构在驻军的大力支持下,增加了夏令营的名额,从去年的500个增加到本年的600个,让更多的同学有机会参与。 今天,我看到你们初次的对冲和全熟的表现,精神斗手,昂首迫步的熊姿,以及整齐严正的阵势,这都是同学努力地学习,科府锻炼的成果。 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也在场进行了精彩的枪操表演,接着全体青少年学员们,以整齐的步伐站上铁架台,合唱回归颂和强军战歌两首歌曲。 学员们精神抖操,唱出了心中对祖国和香港的热爱。活动后,许多学生表示,他们通过夏令营学到了知识,交到了朋友,明白了团队力量的重要性,锻炼了意志和品质。 最难忘的是淘宝行军,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体力很差的人,又没有怎样做运动的,然后淘宝行军就要走13.5公里,对于一个平时缺乏运动的人,其实都是一个挺长的路程,途中有很少休息,一开始大家都不是很跟得上,但到后来,可能大家变成了我们班就在喊口令行齐步,一起有一个目标,最终反而好像有种轻松地过了难关,所以这是令我最难忘的。 来这个下令目的,我主要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自律和团队合作,祖国十分之强大,因为我们去参观一些战纜,很大价,他们的坦克装甲车那些,虽然里面很热,但是有一个很难忘的体会。 据了解,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已经成为香港暑期课外活动的一个黄金品牌,15天来,同学们鼎烈日,冒酷鼠,战风雨,完成了体能,队列,拳术,行军等军事科目训练,观摩了特种作战训练,收获满满。